是需要你去key一些东西 那那个部分容易出错 所以我们就是提供给各位这个档 然后贿赂进来之后的话 大部分的程式码都有了 但是少部分的话要自己加上 那加上去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有四段程式码会需要加上去的 比如说这边我有一个注解 基本上大部分程式码都有了 然后有黄色区域的部分是要自己加上去的 那这些部分的话到底是什么用途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部分的程式码 它主要就是考题里面的 它就是要考你懂不懂的 比如说第一段程式码就是 你会不会去开启资料库 开启资料库方法 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开启这个程式码的时候 在上方有哪些宣告部分 这个宣告部分你们也可以 去等于是当成sample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 叫做DB name DB name预设我们给它叫mydb的一个字串 不过特别注意前面这个要不要加static 这个final其实只有加没加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 基本上就只有这个类别使用 所以你其实有没有static 导致没什么 final的话是变成一个常数 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不加也没有关系 那static是会把这个变数当成是一个global的变数 那也就是说呢 等于是其他类别如果要使用的话 你可以宣告成什么 static static是这个算是静态的一个变数 那刚刚有同学问说 那到底比如说我有今天有一个字串 我要放哪里比较好 那你也可以放在static 如果是你这个有好几个activity 你当然也可以放在一个activity activity的里面把它宣告成一个static的变数 当这个activity关闭的时候 这个static的变数 应该还是会存在 因为它放在global区里面 它并不会因为activity关闭而消失 这个我想刚刚有同学问到 那或者是你担心说这个变数里面 资料会消失的话 你可以把它存在 我想最简单的应该就是 喜好设定档里面 也就是你 比如说你关闭这个activity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变数里面 先塞到喜好设定 然后其他的那个activity要开启 要去抓这个值的话 你可以再去喜好设定档里面去抓 它有点像一个 有点像一个暂存区 你去资料去存 那大部分呢 喜好设定档跟资料库 都是存固定的 那变数里面的话 会随着那个记忆体的 这个存取 会有关闭的问题 那里面的话呢 底下我们会有几个字串 包含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 你的database name 叫mydb 第二个是你的table name 我们宣告一个叫mytable 那第三个就是 有两个栏位 这两个栏位 Fill1就是第一栏 第一个栏位叫做底线ID 第二个栏位叫做底线Tester 所以这个阶层观念要有嘛 一个database 里面会放一个table 然后呢 放两个栏位 这个观念要有 再来的话 宣告一个 叫做sqlite database 名称叫database 至于里面 相关的方法 我想各位可以查一下 这个类别里面一定会非常精彩 很多的东西 如果各位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按下去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参考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有个cursor 这个cursor的话主要就是我们资料 一笔一笔的吧 我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我要的那一笔资料的话 那可以利用cursor 不过这个cursor 在这里叫做cursor 一般我们直觉会把它当成什么 当成是一个游标嘛 对不对 或者是记录的位置 不过 其实在这里啊 我的感觉它比较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 一个一个 在ado里面会有一个叫recode set 那在那个jama里面叫做reload set 反正就是一个暂时存放table的地方 它比较像是那样的东西 不过它却取名叫cursor 有点怪怪的 不过你们大概知道有这个东西就可以 它有点像是database的这个物件底下的一个指程 对应的就是database是 这个database物件是对应到实体的database 那cursor是对应到什么呢 实体的table 也就是table query回来的东西会暂时放在cursor里面 ok 这是观念 ok 再来的话 宣告一个什么 再来是一个 底下ID 它的预设值是-1 -1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资料 我印象中是没有资料 然后再来就是说一个edtest01 就是画面上面我们要输入的那个部分 那底下会有三个button 所以三个button分别是新增 修改 删除 对不对 123嘛 对 再来一个list view list view是下面查询之后会秀出来的 这相关的介面 所以上面宣告的部分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再来的话就连结 连结的画面上面有也是一样 edtest01 3个button 1个list view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们要预设值就是update跟delete 它的按钮要失效的话 刚刚有没有看到 启动的时候 因为没有点选任何一笔资料 所以预设值要把它改成false 那如果将来各位的按钮要让它失效的话 就可以怎么样呢 用setable 传给它一个什么 false就可以 那如果说要让它可以按的话呢 那就传给它一个true就可以 setable 为true 这样子 你按钮就可以 ok 接下来 底下怎么样 产生一个table 因为我们对它 第一个 我们要先产生一个table 那table部分的话 当然 理论上应该自己要懂得去create table的一个语法 那在seql语法里面的话 就是用create 这个有点像一个动词 table 是一个 应该算一个名词吧 或者一个售词 那后面加上if not exist 这个部分特别注意 非常重要 那有些时候如果你没有下这一行的话 可以不下这一行 不下这一行的话 它就不会判断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加这一行 但是那个table存在的话 那会怎么样 那就会跳掉了 因为已经存在的table 你就又再产生一个一样 一模一样的名称的话 它不接受 所以会挂掉 所以特别注意 通常我们会加 if not exist 然后呢 后面就是table名称 然后两个栏位 那第一个栏位的话 就是底线ID 所以这个地方的table名称 对应到就是上面的字串名称 上面叫什么 上面名称叫 mytable 然后栏位名称叫底线ID 底线test1 底线test1 所以在这边的话 新增一个第一个栏位 就是什么 第一个栏位就是底线ID 然后它的资料 资料形态是一个integer 另外特别注意 它是一个primarykey 就是unique 唯独 就是唯一的 然后面这个很重要 auto increment 意思是什么呢 自动增号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塞给它任何东西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们增加 然后第二个栏位是用一个varchar 然后就是一定nano 一定要有东西 所以不接受没有填任何东西 如果没有东西的话 也是一样 无法去执行这个动作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后面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要把这个seql 去做执行的动作 那我要怎么让它执行 刚刚有我们在那个讲义里面有看到 那这个这几行下面有三行 就是要产生这个资料库 并且要能够给那个什么呢 this-subview 建一个adopter 其实最难的就是建这个adopter 而且这个adopter叫simple cursor adapter 要建这样一个cursor adapter 因为我们前面的adopter是array adapter 是从那个什么呢 从那个自算支援档里面抓资料 但是我们现在要抓资料对象是什么 是database 所以如果是database来源的话 特别注意哦 就要用这个 叫做simple cursor adapter 是不一样的 如果针对资料库部分 那后面的话 底下有三行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要怎么产生 这个后续的资料库 底下有三行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加的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自行要加上去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产生一个database 第一行 那前面有讲过 记得是用open or create database 当然这里的话 你们可以用open database 不过 在第二次使用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第一次使用 因为第一次没有嘛 没有 你没有create出来 它就会产生错误 那第二个栏 第二个参数是 它的存取模式 当然特别注意 就是说 如果你除了自己本身 还有其他的class activity的话 那特别注意 你的权限要用mode word writable 那如果你只有activity的话 那就没关系 你用privacy ok 那第三个参数是 给nur就可以 再来的话 把上面的sql语法 就是取得什么呢 就是增加一个table部分 把它执行 我们用什么database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sql 把上面的这个sql语法 还好那个考试 这个考试没有这么残忍 要你们自己把后面这一串打出来 不过将来当然 这个也是一个 算是必要的 你还是要自己能够去 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在 后端的工具上面 自己去建table 那如果没有图形化工具 就必须要自己打 ok 然后呢把这个sql 传给资料库 他会帮我建立一个table 两个栏位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会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 这个curse 那这个curse 就是怎么样 再把 这个database里面的query query去把它查出来 查回来 那查回来里面的话呢 给它一个table名称 然后呢 把它对应到哪里 我刚刚讲的就是curse 利用这个curse 我们可以去做后续的处理 包含就是说呢 建adapter 你会发现adapter里面 会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curse 所以上面为什么要把 curse 把table查回来 就是要怎么样呢 放在这里面 它才可以针对 它才可以针对 curse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资料 去做 放在leasturview里面的动作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最后的话呢 后面要加一个什么呢 leasturview01.setadapter 把这个adapter 丢给它 这样子leasturview里面的资料 就会出来了 也就是说这四行的程式 就是怎么样呢 如果本来已经有database 就是把它开起来 然后呢把里面的资料 读出来之后 放在哪里呢 放在curse里面 那curse里面的话 除了要curse之外 还要有一个view 这个 这有点挡不到了 这个 把那个view也要叫出来 这个 可以再 就是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curse curse是资料 然后底下的话 会需要一个view 这个view的话呢 就是r.id.checkedtestview01 那实际上这个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我们内建有一个 在那个layout里面 也会有一个 刚刚看到的这个leasturview 在这边 resource里面的layout 我们会有一个 这个leasturview的 这个档案 OK 好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四行程式 把它加上去 OK 第一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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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